大肥安天 日本看著就是趁你病 拿你命 今時今日看著俄羅斯無以為繼 三月大決戰的開始 日本政府和相關團體在2月7日 即是今日每年的北方領土日 在東京舉行了要求歸還北方領土全國大會 會上通過聲明譴責說 北方四島在77年前被蘇聯非法佔據直至今日 這件事絕不能夠容忍 據悉這個是自2018年大會以來 日本政府和相關團體發表的聯合聲明中 首次恢復使用非法佔據一詞 這個意味著日方對持續入侵沃蘭的俄羅斯 強化了姿態 為什麼會由2018年連續幾年這四五年 不提俄羅斯入侵北方四島 佔據北方四島 非法佔據 因為當時安倍晉三想永久地解決北方四島這個問題 他拋出橄欖枝 既然是四個島 不如近日本那兩個就由日本管理 近俄羅斯那兩個就由俄羅斯管理 如果安倍晉三突然間出事 即是說搶有問題 這個這樣的和約可日能簽了 因為俄羅斯都要明白 這北方四島雖然主權在俄羅斯手 但是這北方四島 他們的經濟命脈 基本上就是由日本人所操控 他們的餘業 他們各方面的資源 他們最主要的賣方 就是賣給誰 就是日本 甚至很多時候還是在日圓 而日本銳的人 在這四島也是佔據最大比例 所以你看到日本人 日本政府是非常照顧這四個島的居民 但是不想爭拗下去 想得意解決這一箱 由頭到尾經濟各方面都在日本手 今天見到俄羅斯沒有辦法下去 尤其是三月的大決戰 那日本看得清清楚 在這個時候 還不給一個致命一擊你 想辦法拿回 實際上安倍晉三 就是要讚一下這個人 他想處理好幾個問題 第一叫如台 第二北方四島 第三就是對韓國的獨島捉島的問題 但是當然他遇到的是中共 那釣魚台不可能給你 但是他也釋出了善意 希望用錢用各方面 和文在寅解決的結果 文在寅我不瞭理 而對於俄羅斯的北方四島 就是用這樣的方法 希望能夠妥善處理 而日本當日也都說了 即使那兩個島 是歸了俄羅斯也好 他們都會承擔他們的經濟責任 那很可惜 一場俄烏戰爭 俄羅斯如果輸這場戰爭的話 基本上是什麼都沒有 沒有幾多個中共 中共你拿了我六百萬平方公里 哎呀我看不到 在這個時候 如果是一個有擔當的大國 是應該即時和俄羅斯攤牌 要求他將大片大片的中國土地返還 不是再是資助普京 這個就是日本和俄羅斯和中共的分別 中共到今時今日依然挺住普京 節目做到這裏 希望大家Like 最重視下訂閱課金看廣告 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比賽 大比安典娜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